台北這位中和新路線的這個頭一個車窮 暫暗頭5點外是發生回境 有心客帶著行動電源 技術有機會讓車窮裡面 夢園搭不 心客是走到走 幸好有陸客用車在這麥火器來打火 幸福中心也叫劉婷 來安排車廳750名陸客 蓋擠其他的車 25點外這台中和新路線頭一個車窮裡面 在向來搶出很多白煙 是不是有看到民眾看到好像黑床 原來是有生客帶著行動電源 好像就會搶出煙 加在其他的生客 趕快由車窮不會開來打火 不過時侯當時有很多路線害到 台北這位公司會員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白潔都會首先來開連時侯地點 跟車窮的地方 用公佈來印度路線 離開這個煙霧的車窮 當時車路開是用車窮不會開來打火 並且隨同步行空中心安排擦散 也通過H3傳火不會開來擦散路開 但到總統百度之後 列車不會在人開 日子三回急性來進行處理 按照SOP安排車上大約750位旅客 改搭後續的列車 處理時間大約四分鐘之後 系統恢復正常的運轉 根據統計 像這種行動電源跟 都會進行在二公二一年 也不發生在台鐵的車上面 當時使用車窮不會開去打火 才確保身體安全 引起外界關心 就是行動電源在水性的東西 要怎麼來確保這個安全性 轉到體驗 每個時侯對它比較不合格認證 使用時侯如果發現這些狀況 最好侵襲外國營 百姊正常在地的地方看得不是去 讓郵件主動出面來撮影 另外由這個事故影響列車的運行 百姊也要找專家 學者和主管的機關 來研究規劃 記者綜合報導